HELLO 大家好 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經過了好一陣子 我們終於收集到了市面上的9款水冷散熱器 那雖然說是沒有全部 但也大概收集到一半了吧 在2021年如果你想要組一台高階電腦 那水冷你到底要怎麼挑? 這一期節目我們會先向大家介紹我們的測試平台 然後在下一期節目為各位測出所有水冷的數據 以便各位在買電腦時可以有一個好的參考 這次的CPU我們採用了Intel Core i9-11900K 欸各位想說什麼我都知道 但讓我解釋一下 之所以選擇這個CPU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要測的是360水冷 那既然要用就要用性能相對優異 但是發熱量也相對較高的CPU啦 如果是用i3、i5等級的CPU 那應該就很難表現出360水冷那優秀的散熱性能了 那你們一定想問 為什麼不用AMD呢? 因為AMD的高階處理器目前大多都不具備內顯 而在我們的這次測試中 除了散熱能力之外 還有包含水冷發出的噪音測試 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干擾 我們這次並沒有打算使用顯示卡 那因此CPU就需要選擇有內顯的 那當然也就只能選Intel陣營了 而且它終於支援PCIe 4.0 然後還有新支援TP4 實在是可喜可賀啊 之前Enter就有用i9 1190K 測試過各家的Z590主機板 如果你想要知道跑分的數據 那可以到那邊看更多細節 我們在這邊就不多做跑分了 順帶一提 這次我們測試隨冷將CPU設定在4.7GHz 然後1.25V 或許有人想問說 欸不是可以全核5.0之類的嗎? 我跟各位報告什麼全核5.0 我實測全核5.2GHz都可以啊 然後溫度還能保持在90度內 但是 僅限IDA64烤CPU 烤FPU的話是完全壓不住 那測來測去 最終我選擇了4.7GHz 1.25V這個參數 烤FPU的時候可以將所有的水冷測試時 CPU溫度保持在90度的上下 此時的CPU功耗大約210W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 平常你使用的時候功耗並不會像燒劑一樣那麼高 如此設定是可以讓水冷測試具有間別度 就跟考試一樣 如果你的考卷太難大家都不會 那如果考太簡單大家又滿分 所以我們才決定使用這個參數 既然是面對一頭吃電怪獸 那主機版的話就一點都不能馬虎 技嘉的Z590 AORUS MASTER 擁有18加一項的供電 插槽以及背板強化 還有帥氣的散熱片 整片就是規格好 外觀帥 然後價格高 而且他還有內建Wi-Fi 6和10G網路 對於在家裡或者是工作室有架設內網的朋友來說是相當實用 再來他雙BIOS的設計和直接開機按鈕 對於喜歡超頻的玩家也非常有幫助 總而言之 我們希望測水冷的時候 主機板可以穩穩的供電給CPU和360水冷 那如果連這張站在Z590主機板金字塔頂端的 技嘉Z590 AORUS MASTER都做不到 那我覺得應該市面上99%的主機板都沒辦法了吧 再來記憶體和SSD部分 我們繼續沿用之前介紹過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威鋼 XPG SPATRICS D50 DDR4 3200 16G x2 迷戀白記憶體 還有 XPG GAMMX S50 Lite 1TB入門款 PCIe 4.0 SSD 記憶體的外觀不用多說 就是兩個字漂亮 除了XNP超頻標榜的DDR4 3200之外 手動調整一下也可以輕輕鬆鬆的跑上DDR4 3600 那外觀和內在都是兼具的啊 就跟以前班上那種人生勝利族一樣 長得又帥然後又會讀書然後又會運動 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啊 另一個S50 Lite 雖然不是那種讀取7000M的成員之一 但是它是目前價格蠻便宜的入門選擇 而且我們這次的水冷測試基本上是不會受到讀寫速度的影響 所以選擇了這套裝備 這次採用的電源供應器可就厲害啦 海韻身為一家老牌的電源大廠 那這款Prime FanDex TX700電源供應器 絕對可以說是旗艦級的產品 不過由於台灣市場沒有上市 所以台幣的價格是多少我們也不知道 總之這就是靠著很多人的努力 然後最後才可以順利的拿到手 這顆Prime FanDex TX700通過了80PLUS最高級的太金牌認證 50%負載的時候可以有高達94%的轉換效率 那也得益於這麼高的轉換效率 電源才可以做到無風扇的設計 那大家都知道 電路轉換消耗的部分大多都是轉為熱能 轉換效率差的電源那理所當然的就會產生更多的熱 所以要做到無風扇的電源 內部的用料都要是頂級的 才可以盡可能的減少電能的消耗 以免過熱 如果你去淘寶買那種插到極致的電源 那輕則是電線燒焦融化 重則整顆電源都會燒起來 那這也是為什麼無風扇的電源供應器不能亂買的原因 你用你的電腦看火神的眼淚 等等就換你自己遭遇火神 然後最後在那邊流淚 總之我們這次是為了更準確的測試水冷的聲音大小 然後減少其他產品對水冷的干擾 我們才選擇這款無風扇的旗艦級電源 各位要是去查一下就知道 無風扇電源聽起來也許沒有那麼特別 但是做出來的廠商不多 那也算是海運對自家電源供應器的自信吧 這些好零件 當然我們也要來搭配一個門當戶對的機殼啦 機殼我們這次選用了海盜船的5000D白色款 那外觀真的是非常帥氣 但是又不會太高調 機殼的內部非常大 也可以隨著需求調整內部空間 幾乎所有的支架都可以拆除 原廠機殼內附兩顆風扇 不過我們連電源都選擇無風扇了 為了減少噪音的干擾 這兩顆風扇在之後的測試中 我們也不會接上去讓它轉 那索性我就把它拔掉了 整線也是這個機殼的強項之一 背面有幫你稍微規劃好的走線方式 以及最強的理線神器 只要蓋上去通通看不到 像我這種眼不見為鏡 整線大法的愛好者 真的是太需要這片板子了 而且這個機殼整體的做工也很不錯 基本上是沒什麼瑕疵 就只有一點比較搞笑 就是這個側板的手頂螺絲 為什麼不設計一個可以用十字起直的呢? 剛拆封的時候手很緊 然後再加上拆側板這個撥片 離螺絲又特別的近 根本沒有辦法用手施力將它轉下來 我還特別去找了一個鉗子夾著轉才行 不過扣除上述的特點 外觀帥氣 然後變化超多 整線就容易 2021年如果你要我選擇一個機殼推薦的話 那應該就是非它莫屬啦 對了 是不是有人想問 為什麼我們不用裸側平台呢? 那一來是我們找了一整圈 那真的是發現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裸側平台 幾乎都沒有支援360的水冷 而且真的機殼也算是比較模擬真實的使用環境吧 那二來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機殼 到時候還可以留著使用 而且這個機殼的空間夠大 拆裝產品也都很方便 所以就選它了 終於介紹完我們的水冷測試平台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了解 各家的水冷到底誰強誰弱 那敬請期待我們下一部的水冷大評測 廢話不多說 我是Hack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